好 那这个都是整个欧洲所谓欧盟形成前的一些努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次大战 进入了20世纪的一次大战 让整个欧盟的这个概念更加的清晰 那在这个黑板上的这个资料里面 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何彼卢就滴第三国 就我们讲的西欧靠近英国的三个小国家 是最早出现的 最早出现说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合作的 那有一个思想家算是欧盟的所谓的一个催生者 这个人叫做库德诺夫 他这个人很特别 这个人他其实是所谓的那个有日本的血统 那当然又是奥匈帝国的一个驻日的一个代表 那提出犯欧洲主义论 所以他算是开始把在20世纪把欧盟这个议题啊 变成一个具体的 而且他甚至形成个组织 然后去游说各国的 那出现了欧洲合纵国的这个理念 好 那请问 在一战之后出现这种思想的原因是什么 A 阻挡法西斯 B 目睹欧洲正在分裂 C 维持日耳曼的光明 他是奥匈帝国 那朱阻挡共产党的破章 哪一个是最有可能库德诺夫提出欧洲合纵国的最重要的背景 来哪位老师 愿意试试看 所以这一题他就可能就会考一战后欧洲出现的变化 那这就是他面临的现象 那大家觉得哪些是让他组织欧洲合纵国很有可能的理由 哪一个 你是故意给大家机会的吗 大家来看 我们再回去 你看他的 很好很好很好 我们讲说 譬如说 如果要讲时间来讲 尤其他是奥匈帝国 那当然如果就希特勒来讲 那是1930年代的 所以这个时期应该还不会那么快 所以是哪一个呢 希 希 维持日耳曼的光荣 那维持日耳曼光荣跟欧宏有什么关系 有人他就会支持希特勒 希特勒那时候就是 就是侵略别人就是讲这个 就是所谓的我的生存 对不对 他要维持日耳曼的生存光解 可是英国人 这个安格鲁萨克逊就不支持他 这个 哪一个 B 答对了 谢谢您 谢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不是有一本书叫 西方的陌落吗 其实欧洲人他面临到 包括奥匈帝国也是 其实他发现说他们的帝国的光荣 其实都在瓦解当中 所以对他来说 其实B的感受是更深刻的 好 那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 有两段资料 一个就库德诺夫就在底下 还有一个就余果 余果是那个所谓法国的 19世纪的 那为什么要这一段话 如果大家可以看那个欧盟的官方网站 就用余果这一段话 也就是他们其实是觉得 余果是个人道主义者 那他利用这一段话 他觉得说这个很适合作为 欧洲国家大家一起合作的一个理由 那库德诺夫当然我刚刚有提到 他是欧洲合众国在20世纪最有力的催生者 好那现在有这两段话 那我来设计个问题 那里面资料 就库德诺夫里面有提到 极权跟资本主义 请问各指什么 有没有看到 第三 你为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 与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 都会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 所以欧洲国家要形成欧洲合作国 就是要避免这两种 那请问 是指什么 是指什么 哪一个呢 哪位老师可以告诉我们 第三个 是 对了 谢谢你 谢谢 其实这一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来看这个 他其实他谈的意思就是说 1917年俄国已经进入共产 美国崛起 大家知道一战就是因为美国的出兵 所以欧洲的光荣已经没落 可看出来就是美国 尤其在1920年代 叫爵士年代 美国过了十年的那种 将近十年这种快乐的日子 所以他们才会有 那个所谓福特的那种梯行车 所以美国在1920年代是非常的 算是黄金时期 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讲 他们觉得他们19世纪的光荣 已经被大西洋对岸的这一个国家给抢去了 那甚至什么分歧付款 这些都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吃味 好 那这一题比较难 这两段资料都在讲欧洲未来的新发展 请问 他是希望欧洲分裂呢 还是希望欧洲统合呢 那分裂的理由是什么 那分裂的理由是什么 统合的理由又是什么 这两个是支持统合还是分裂 那共同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二十世纪欧洲国家的新生 所以他们会愿意坐下来的 可以了吼 哪一个 诸 知识统合可以避免战争 答对了 谢谢 来 我们来看 所以一战后的这个统合思想 就是在这种反战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两次大战都是在欧洲 所以有些欧洲的教科书 他没有一次二次 他中间那段叫战监期 就中场休息 他发现就是都是德国 也是跟法国打 然后其他国家一起 参进去 所以他发现两次战争都只是休息而已 他只是之前的问题没解决 大家再打一次 所以他们发现长期的战争 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伤害 那法国的总理 其实这已经进入政府组织了 比如到了二十世纪 大欧洲人经过一场战争 欧洲的分裂与没落之后 已经有些官方的思想开始 就是愿意大家来建构所谓欧洲合众国 欧洲经济体 那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关税壁垒 希望说我们都不要有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其实这个大家很了解 一战后出现的经济大恐慌 就是经济壁垒 关税壁垒 所以大家经历过这个之后 大家其实发现这是造成 整个各国战后复原一个很大的阻碍 但是有趣的是不管是库德诺夫也罢 这两个基本上是感觉上是跟现在的 欧盟的形成是最相近的 但是确实是在上层而已 一般民众还没有体会到 他们还是在那种民族国家的概念 所以欧盟能够变成一个议题 还没成熟 时间还没成熟